今天最重要的消息是台湾正式的宣布 中国人不是中华民国人 那事实上 就是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理解的 为什么台湾修宪如此艰难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台湾有一些台独派 非常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蔡英文政府 在完全执政的情形下 不敢去动这些 老旧过时 没有实际意义的条例 包括宪法中的条款 包括宪法中的条款 那么这件事情有两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会被中共视为挑衅 会被中共视为挑衅 那被中共视为挑衅的事情 请大家注意 也会被台湾至少是三分之一的选民 视为是无意义的挑衅 我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民进党并不是怕中共视为挑衅 民进党害怕被盟友和选民视为挑衅 我再强调一点 这不是说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键是在于说 我譬如说现在蔡英文站出去 说台湾要改国号 改为台湾共和国 你信不信美国第一个抬脚就走 就是你知道朋友们会觉得你在挑事 知道吧 朋友们会觉得你在挑事 就是你会失去盟友 而盟友对于台湾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选民会反弹 全台湾至少三分之一的人 会说你这是挑衅 你这是毫无意义的挑衅 毫无必要的挑衅 好吧 这是民进党在完全执政的情形下 不敢去碰触这一系列的 这个老旧的来自中华民国的宪法 给台湾造成的现实层面的问题 你都可以从第一个方向上去想 通常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挑衅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原因 就是台湾的确有一部分人 而且这一部分人 你不要看人口少 但他们是掌握资源的人 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人 与中华民国人 台湾人已经是 就是已经完全是不通的族群 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 这些人人数并不多 可能5%左右 但这5%的人 他们是这个社会中的 他们很多人掌握很强大的社会资源 那他们有很坚定的意志 好吧 这一群人他们会反弹 这一群人他们会反弹 那这就是我本人对情势的一个解读 就是首先其实盖在上面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 是中国问题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讲 什么时候中国民主 就是有两个是 有两件事情可以触动台湾 做根本性的宪法上的改变 我这里把这个事情挑明 第一个事情是中国民主化 中国民主化 中国民主化 你可以预期一个民主化的中国 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 向全世界公告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 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 放弃 以武力的方式 统一台湾 你们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 一个民主化的中国 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向全世界郑重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 以武力的方式统一台湾 好 隔天你们就可以去修宪公投了 知道了吧 隔天你们就可以去修宪公投 这是第一个事情 就是我说的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威胁 就是你们一动 你们一动 就会被中共视为威胁 然后有可能会被盟友视为威胁 最重要的是会被选民 至少三分之一选民 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选民 视为威胁和挑衅 这个东西是要靠中共民主化去解决 如果不靠中共民主化去解决 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中共真的打过来 就是中共真的打过来 就是说大家最害怕的是 中共因此而武力入侵台湾 那如果中共真的武力入侵台湾了 你还有什么好怕 你还有什么好怕 所以可以说 就是说 中共如果真的武力入侵台湾的话 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全国动员 防卫 进入整个的全民的抵抗战争的一个状态 当然如果这是在民进党做总统的情形下 如果是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的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但如果是民进党的总统 无论是赖清德还是未来的民进党的总统 我相信就是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全民防卫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同时 同时你们会做的就会是修宪 你们一定会做修宪 因为为什么呢 无论你们是处于战争时期 还是就是说 就是中共民主化之后的那段时期 你们都一定会修宪 因为这个宪法它的问题 它连带着它所有的条文 其实是卡在你们很多的 就是实际上是给你们造成 给台湾人造成实际的问题的 它这个问题是实际的 实际上是实际的 譬如说触动这一次台湾政府 完全的公开的来宣告说 所有这个就是中国人 中国大陆人 中国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 触发这个事情 能够没有引发反弹的 去通过的 是一个糟糕的 一个非常糟糕的法官 做的一个判决 就是有一个台湾的 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法官 做了一个判决 说就是一个中国人 可以在中华民国的政府 去申请赔偿 因为按照宪法 按照这些老旧的条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人 也是中华民国人 好吧 但是这个法条 其实就等于说没有人敢去碰它 民进党也不敢碰 它碰就会就会 就像我说的 它涉及到这两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你第二个层面 你就算是不去考虑 那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民进党不敢碰 但是当这一个判决 造成所有台湾人极大的愤怒 我印象中就是 这个是一面倒的 所有的台湾人都觉得你疯了吗 好 就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明确的说 好 我就是现在 蔡英文政府 把所有老旧的条款中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中国人 视为是中华民国国民的条款 全部废掉了 全部废掉 全部废掉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这应该是修宪派 埋进去的暗装 你们查一查这个法官 看他是不是修宪派 是不是台独修宪派 他要契机 他要契机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契机 才可以让蔡英文政府 不遭到就是国内舆论的反弹 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案子 马上国民党和民众党 就会跳出来说 蔡英文政府挑衅 你凭什么说 中国大陆人不是中华民国人 你挑衅 你是招致 但是现在我估计他们就不敢 因为他们跳出来的话 那台湾人民就会问说 怎样 你要拿着我们那税钱 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民发退休金吗 我们台湾的健保 你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健保吗 台湾的 台湾所有的台湾发6000块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14亿国民 一人发6000块台币吗 你国民党民众党你怎么面对 你回答不出来 你回答不出来 所以我个人猜测 我个人猜测 这一次蔡英文政府的动作 不会引起台湾大地震式的反应 我个人猜测不会 因为没人敢说 那就发嘛 6000块台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14亿 一人6000块 对不对 那个健保随便用 是吧 退休金 都给你们 是吧 没有人敢说这个话吧 我看到很多台派 非常敏锐的 也察觉到了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很多人都在说 终于开始了呀 这一刻终于来了呀 就说 你要等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一个优秀的一个政党 你要等 你要等 就是我是开玩笑了 我说那个法官是修宪派派进去的 是开玩笑哈 不要 不要 不要我下了直播之后说张瑶说 这是民进党的阴谋 我是开玩笑 就是说你要等 你要等 一个好 一个合适的事件 一个合适的契机出现 你要等一个好的 国际社会的环境出现 你才能够去推动 好吧 你推的太早 会失败 推的太早 会失败 那你失败了 你就没办法再来一次 因为人们就开始 就是 就是你推的太早 失败 然后你再推的时候 就是人们心中已经有 那一次失败 所留下的那种痕迹了 所以说 你譬如说这个 我最近看到的新闻 是说美国和台湾正在谈 核保护伞的问题 核保护伞呢 核保护伞在谈 在谈 这都是过去不可想象的 这是世界的时事 就是 譬如说最近有一个新闻是 中国已经在 关岛 就是在美国的关岛 在美国的关岛的 这个 电信系统中 埋下了 这个 这个代码 埋下了代码 那这个 就是被认为说是 这个代码是用于 在台湾遭受到 武力入侵的时候 那配合这个 武力入侵 对美国的一种 一种行动 就是干扰 就是譬如说 他会 他希望能够干扰 一开始的时候 美军的协调的这个动作 就是说 用这个东西 短时间内 可能能瘫痪 关岛的系统 让你们这些 美国的军机 比如说 没办法 没办法起飞啊 或者运营啊 让关岛陷入一片混乱 那 你们看到 就是说实际上 是因为中国 一步一步的 在往前推 他甚至说 把那个 代码 病毒的代码 埋进了 关岛的 变信系统中 那 就说 有的人认为说 这相当于说 就是证明说 中国会直接 武力攻击关岛 这个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 乌克兰的时候 全世界 包括美国的 这个网络系统 也是遭到俄罗斯的 一种干扰的 那这不代表说 中国一定会 武力攻击关岛 但是它至少 代表着 中国对于 武力入侵台湾 这个事情 有多么的认真 我觉得这一点 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中国对于 武力入侵台湾 这个事情 有多么认真 那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说 台湾和美国 甚至在谈 核保护伞的议题 核保护伞的 具体条款 这个谁也不会知道 谁也不会知道 但是通常 核保护伞指的是 如果中国 用核武器 攻击台湾 美国就会 以核武器 回进中国 那以这样一种 方式 确保中国 不敢 以核武器 来攻击台湾 所以说 这就是我说 就是说 你在台湾修宪 这个事情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比如说 台湾好像有一位 法理建国的朋友吧 叫做皮筋吧 那他邀请过我 就是聊天呀 或者是什么的 那我都跟他讲说 时机不对 时机不到 但是准备的工作 大家都可以去做 皮筋啊 或者很多很多台派的朋友 大家都会去做准备的工作 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你的时机不到 你是时机不到 那现在 你比如说 正是因为这个 法官的奇葩的判决 使得蔡英文政府 可以去做 这个官宣 台湾政府公开的宣布 中国人不是中华民国人 中国人不是台湾人 中国人是中国人 中华民国和台湾 都不对 中国人负有任何的责任和义务 这个事情 就是说 对于台湾人来讲很重要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 也很重要 因为 就是很多很多 中国的觉醒者 他们总是还有一种幻想 就是反攻大陆嘛 反攻大陆 那我一直跟 就是我一直说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现实的 大家也看到了 就现在说 这个俄罗斯的自由军团 正在反攻俄罗斯 就是乌克兰人 不会为了俄罗斯的自由去死 北约也不会为了俄罗斯的自由去死 只有俄罗斯人 为了自己的亲人 好朋友 为了自己的下一代 才会去推翻普京 才会为此而牺牲生命 对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就是将来 中国的民主化 一定是要由中国人来推动的 无论是以武力的 还是非武力的方式 无论是以暴力的方式 还是非暴力的方式 一定是落在中国人肩上的 中华民国和台湾 不会为此 付出 付出超越他们 能力的代价 他们不是说 不会不帮忙 那武器哪来的 训练哪来的 对吧 那不是乌克兰 不是盟军帮忙吗 不是北约帮忙吗 但是他们不会付出 他们能力以外的代价 他们帮忙 是他们的 这个客气 是帮忙 是他们的 这个大家利益共通 对吧 大家有共通的利益 大家互相帮忙 但是不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那中华民国 台湾 也是宣布了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中国人的命运 取决于中国人 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命运 取决于中华民国和台湾的人 那 大家不要 就是说中国人 觉醒之后的中国人 不要 不要再 再有那样的一个幻想 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都有那样的一个期待 那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年轻一代 他们比较清醒 越是年轻一代的人 他们比较清醒 年纪长一点的人 他们 他们 就是但是可以理解了 就是总觉得说 就是 想让别人去牺牲 大家想一想 就是台湾有一些人 就说 那美国跟中国打就好了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台湾人去打 你要守台湾 你想让美国人去跟中国人打 然后台湾人不要上战场 就是 我记得谁 钟小平吧 钟小平就说过 就是说 反正 就是说 就是说 台湾人一个都不能死 美国人可以去死 日本人也可以去死 美国人和日本人 都可以为了台湾人去死 但是台湾人自己一个都不要死 对 那 那 这样的中国人也很多呀 他会说 就是让中华民国反攻大陆好了 让台湾人去死好了 台湾人用生命 去为中国争来民主和自由 然后我们中国人就享受民主自由就好了 对 就这样的人也很多呀 嗯 对 但是 我觉得 这一个 这一个 就是 明确的这样的一个 宣誓 台湾政府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宣誓 我觉得是蛮好的 蛮好的 但是 就像我说的 你要等待那个最好的契机 你没有那个契机 就是我说的 就是 两个阻力 一个是说你会被视为挑衅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 你会招致 在台湾国内 还视自己为中国人的强烈的反弹 对 嗯 那然后这两个东西 在恰当的时间 这两个阻力会消失 嗯 它要么因为中国民主化而消失 要么因为中国已经武力入侵台湾而消失 那当然所有人的盼望 就是它是因为中国民主化而消失 这是所有人最大的盼望 哦 那 但是 嗯 对 短期之内 嗯 还没有看到实现的可能了 嗯 对 这是关于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棒 非常非常棒 哦 我觉得我很为台湾人感到开心 哦 那我也很为中国人感到开心 因为你们知道 就是说 呃 存在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 是一件很坏的事情 嗯 那 对 存 就是美国人和日本人不会 呃 在台湾人不上战场的情况下 为台湾去死 呃 对 哈哈 对 就是面对现实 早一点比较好 对 那就好像说台湾人 也不会为 呃 中国人民 呃 去死 对 哈哈 那当然也有 也是因为很多朋友的 就是很多 呃 这个 很多人的推动了 嗯 我看到 譬如说 郑运鹏啊 很多人 他们在直询的时候 他都有这个 他都有 督促政府 啊 但是其实政府也是早就开始在 在 清理研究 啊 对 然后法官如果再 呃 去用这样的条例的话 啊 那就是错误的判决了 啊 那就是完全不合法的 错误的判决了 嗯 对 好 然后呢 哦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就是台湾现在经济 真的 真的很好 哦 哦 那 啊 台湾四月的失业率是3.5%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的失业率都很高 全世界现在的失业率都很高 啊 那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0% 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0% 台湾的四月的失业率是3.5% 是自从2000年来同期最低 哦 这个我相信很多台湾媒体都没报 是2000年以来 哦 同期最低 哦 报了当然也不会有流量 嗯 哦 那 对 所以这就是我说 你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对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单 说出内政不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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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嗯